电影《公所沉香》将于近日上映,在早前曝光的一组剧照中,赵丽颖手持弯刀,眼神效忠有鞋,似乎想要表达的感情十分普达。 这是赵丽颖愧为五年的电影作品,也是她首次出演新妓女形象。 据悉,赵丽颖在进入《公所沉香》剧组的第一场戏,就是一场欺负周冬雨的重头戏,这对此前一直誓言善良好人角色的赵丽颖是个挑战。 她表示,那场戏我不光要骂周冬雨,还要把她推倒在地,她本来就比我小,而且特别红弱。 为了演的真实,我心里一直默念,她抢了我的男朋友,我要抱她。 所以这场戏是憋着气演完的,但是结束之后我就怂了,一边怕伤着冬雨,一边觉得刚才的自己特别的讨厌。 其实那时候我特别想去跟她说说话,但是好一阵子都没站起来,因为腿都软了。 娱乐99港理报道。